拥挤的都市很难看见田野乡间的景区 在桃园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 却有一间能引发丝骨忧情 充满书香气息的田园景观餐厅新丰林园 走入新丰林园 会发现别有洞天的宽阔庭园 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 蜿蜒的曲桥连接长廊 环绕在池塘之上 湖畔的竹林与池边的柳树 和池塘中的鱼儿归映成去 红色复古的室内陈设 放眼田园风的户外景观 诗情画意的用餐环境 与人流车潮形成强烈对比 可说是樊宵市区中的室外桃园